儿童节台中大礼区永龙国小 以益智爱为主轴 首次不送饼干礼物 而是将这笔经费全数投入科学摊位 其中还有弱势团体意卖 而更特别的是 去年获得了该校师生捐赠15万小猪铺满的 台中特教幼儿园学生 是回到了永龙进行直排轮演出 让爱与善充满整个校园 拉转橡皮弹弓 小朋友同时发射珍珠板的飞机 这里是大旅区的永龙国小 今年的儿童节 校方以益智爱为主轴 首次不发饼干和礼物 而是将这笔经费全数投入在科学的摊位上 总共有63摊 其实是超过我们学校的班级数的 小朋友可以自由的组队来摆科学的摊位 那这个时候我们再把这些经费来做补助金 或是奖励金发给孩子 那孩子们在组队过程也是学习说 怎么去设摊 怎么去做买卖 怎么去做一些摊位的流程 那另外我们这次也邀请到 外面的街头艺人 那这12组街头艺人 也涵盖了身上的街头艺人 那其实我们就是要让孩子去 欣赏才艺的过程 也去了解其他生命的意义 学到了正座板飞机怎么做 看它的原理 将我们研究的结果分享给大家知道 幼儿园的小朋友们熟练的溜着直排轮 即便跌倒也没关系 勇敢站起来溜到终点 获得师生的满堂彩 而这些小朋友都是台中特教学校幼儿园的学生 而他们的装备包含安全帽 护手护膝等 背后还有一段感人的小故事 那因为去年度 那个他们的爱心小猪回娘家 把这个总共有 总共所有全校师生 捐了15万块钱 到台中市特殊教育学校 那幼儿部运用这笔经费 买了所谓的直排轮 护具 然后请了教练来做一些教导 然后可以帮助到 这些特殊的小朋友 有幼儿部的前庭区的发展 内业的发展 学习到平衡 以及所谓的能力的提升 就是跌倒也会站起来 不放弃 永不放弃的精神 很小就会留子盘 我觉得很厉害 透过温馨的儿童节系列活动 孩子在充满爱的环境中 让善不断在校园中循环